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多条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巴厘岛Major最后一个比赛日败者组的决赛 今天第一场比赛啊 BO3的第一场 这两支战队的胜者将去总决赛迎战GG战队啊 那来看一下阵容方面 Liquid拿出来了一个4号位的风行者 3号位伐木机 1号位雪魔 再加上精灵TS 而TE战队呢则是33的末日Skater的一号位熊战士 9征担拿的最后一手是一个火枪手 AOI2000的小鹿 以及另外一个酱油是拉比克啊 4号位的小鹿 5号位的一个拉比克 非常半斤油的两个酱油味 然后大哥位的熊战士呢 在近期我其实觉得熊战士是真的可以上场的一个英雄 但是一直没有多少人去用啊 但是我我个人感觉熊战士现在可以上场 对线挺强的 愿意打架可以出散尸 愿意刷钱可以出狂战 呃属于是一个 怎么打都能够有正确的解决方案和出装方向的一个英雄 并且熊战士在当前这个版本并不算是弱势英雄 有观众问是四强了吗 今天有中国队没有啊 现在已经不是四强了 现在是三强了 已经到到最后的一个比赛日了 呃最后一个比赛日有三支战队 雷快的 GG还有TE 那西欧三强 那前四强的队伍的话都是西欧战队 比较可惜的是谁呢 是QE战队啊 QE战队如果能够拿到本届比赛的亚军的话 他们就可以拿到TI的指摇了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只布了四强 不过已经可以了 毕竟在前面这三支战队 呃现在是GG之下 对吧 GG之下有TE和Liquid 然后TE和Liquid之下众生平等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西欧赛区现在无疑是世界最强赛区 当然了西欧赛区和东欧赛区相比的话 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东欧赛区的新人和西欧赛区相比的话 呃只多不少啊 天才新人只多不少 但是呢 西欧赛区经常可以从东欧买人啊 他们很多战队的都是从东欧买的人过来的 在语言方面的话呢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但有点类似于就是中国的战队 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来买选手 有点类似这种情况 也是在语言方面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那来看看Liquid的这套比赛 再拿出精灵TS加上伐木机雪魔 还有最后一个4号位风行的情况下 如果从两两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来说的话 那么其实Liquid的这个阵容的话 它能够打出来的东西更多一点 而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Liquid的这套阵容的 这套阵容它的优势在哪 压血线的人非常的多 不管是风行的大招 穿云剑 精灵TS带来的冲脸 还是伐木机的一轮爆发 他们的目标 已经因为有大哥位雪魔的存在 他们可以不需要把自己的第一轮爆发目标定在 把对方的某一个点秒杀 我可以不秒你 我只需要把你的血线压起来 我可以压起来你一个两个三个 或者四个五个人的血线压起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剩下的事情 血魔就可以解决了 这里刚一上来 Boxy和对方的小鹿两个人是疯狂的去互相消耗了一波 神符方面的话是T拿到了一个三符 AOI2000的小鹿这边拿到了一个神符 这样的话是一个三符开 中路的话火枪对TS 这个对线主要是要看火枪准备怎么加点 如果火枪选择的是那种23对点的那种加点方式的话 TS可能会打得非常的难受 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就是他一旦蓝用光 或者是没有队友没办法去帮他控服 或者自己来不及控服被对方抢了 那么这个TS的中路对线会非常的难受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火枪前期去加了流线弹那个技能的话 对于TS而言几乎就没有影响 因为我无非就是我躲开你的流线弹 然后补个刀 如果实在是来不及补的话 我可以放个点 但是火枪那种23对点 然后选择跟你打护穷 或者是疯狂的反补的话 TS挺头大的其实 他会有大量的蓝量用来去补刀用 然后因为你打不到火枪 你的技能很难去摸得到这种23对点的火枪 火枪还可以通过去主动开三技能 然后无限的去给你爆头 去影响你的走位 站位补刀 这样的话反补方面是火枪的一个巨大优势 好像我这边一边说着说着 这个火枪的反补优势已经打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火枪的正反补7-6 TS是6-1 那从这个对线来看的话 这明显是个23对点的火枪 如果是加了1技能的火枪 反补不会有这么巨大的优势 23对点可以做到 23对点 然后爆属性装的那种火枪手 在前期的对线 打TS这种弹道和抬手 比较慢的英雄的话 他的反补优势非常非常的离谱 这里中路火枪又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三技能 然后TS再用自己的平A和电来消耗一下火枪的血量 这样开局中路的对线来看的话呢 是火枪的一个绝对优势 不过在两条边路都是liquid的优势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精灵加血魔的这个二人组 在前期混线的续航补给方面的话 只能用无耻两个字来形容 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就是 混线续航这么无耻的组合了 如果一定要从其他的英雄身上选的话 我们可能只能去想一想 哪个英雄跟巫医的配合 能够跟这两个英雄相比 只有巫医能达到这个级别 其他的英雄都不行 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这个带精灵的情况下 如果带精灵的话 大哥给了一个思路是精灵马西 马西加上一个剑体术 哥俩一块攻击吸血 那个对线的组合 也是一个续航极其无耻的二级 但如果我们抛开小精灵这个点来说的话 可能也就只有某一些英雄去搭配巫医能做到 这里中路现在火箱手的反补已经是高达了九个 正补的话也比TS要多 这个走位 这个走位有点拼啊 妮莎一个电 一个撕雷达地 这个撕雷达地 打中 火箱手这边感觉有点太拼了 实际上有一个先灵火 再对 对方吃先灵火 火箱吃先灵火 被单杀了 那你这个位置的血线计算有问题 那你这波真的不太应该 他不应该去吃这个撕雷达地这个技能 虽然他的伤害计算已经很极限了 但是计算这个TS前期 你跟他一对一计算他的伤害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电的次数计算到两次以上才可以 甚至你要计算三次这个电的伤害 你再跟他对拼 这个就是少算了一次电的伤害 这个不应该赚 这个真的是不应该去对拼的一波 而且明明这一波主动动手的 其实是这个火箱手 感觉这个伤害计算出现这么大的漏洞的话 有点不太应该啊 不太合理 那么这样之后前期积累的优势就全没了 因为刚才这波是直接拿了一个单杀 这种单杀的经验 你多了八个反补 你是补不回来的呀 而且经济方面也被对方直接领先 火枪这个真的是一失足啊 微不至千古恨 但至少这三四十分钟的比赛 可能这一次单杀就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因为他的经济没有优势 待会会直接有一个更直接 就有一个更直接会显现出来的问题 是TS在等级领先火枪手的情况下 一旦TS卡了一个六级 冲到脸上开着大招 你是跑不掉的 这个时候你再去补流线弹的等级已经来不及了 小鹿这个地方也是被再美直接完成了一个单杀 这个开局打爆了呀 直接这个对线打爆了呀 踢呗 五分半钟 现在三条线全部都是Liquid这边的一个巨大优势 而且对方真正的优势和强势的时间还没有来到 这个精灵TS还没有开启自己的刷牵节奏 血魔还没有开始去抓人 伐木机还没有开始去拆打 这么打的话就有点尴尬了 现在火枪补流线弹 但是这个补流线弹的时间感觉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待会儿只能叫人了 这个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叫人了 因为六级的火枪打六级的TS TS并不会因为你的火枪升到了六级 我就不去单杀你 我仍然可以单杀你 这边给一个流线弹 然后呢TS转身一个撕裂大地 打中直接贴脸 小精灵过来买一下火枪手这波肯定是要死的 你这个火枪出什么都跑不了 真的是出什么都跑不了 液体这个状态打回来一些了 说现在火枪如果主一技能进野区刷野呢 会不会比较好 没有机会了 已经 你现在如果进野区刷野的话 得到的直接结果 就是对方一定会 精灵带着TS就去你家野区刷钱了 这边再勾过来 接着追拉比哥肉滑能流 给一下 给这趁机赶紧吃一个大药 拖一点时间 在美这波虽然是被对方的防卫塔疯狂的在输出 然后拉比哥过来打成了残血 但是他不虚啊 你也看看开一个风部 啊 这个地方要死了 被对方虚散了一下 小鹿的一个英雄还是有点克制风行的 嗯 boxy的这个名字上面 就有个胖胖是什么意思呀 呃 三三 你看这个时候都丢 这个精灵TS 现在的精灵TS就无解了 哎 无解了 精灵TS一般的比赛节奏是什么时候呢 是大概在游戏到了 呃 十二三分钟 他开始进野区狂暴刷 那个段 那个阶段 那个精灵TS狂暴刷的时候 队友去帮着找一两波节奏 然后把这个TS的经济和对手的装备拉开 卡一个大件 然后精灵带着TS各种直接起脸飞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TS的强势机才出来 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前期中路的那一次单杀 一次非常极限的单杀 让他在游戏前期就拿到了足够大的经济优势 这波过来 集火一下 在妹这里 再勾 哎 这个勾 勾出去了 没死 小路再往上跟的话来不及了 啊 还行哎 小路这一个店漂亮 带着的这一个鹰神女妖观察者 一个店直接把在妹给垫死了 稍微打回来了一点点 把对方的伐木机也都断了一下 T的临场决断和应变能力其实做的不错 因为他们发现了 我现在处理不了这个雪魔了 雪魔和TS我都处理不了了 因为TS和雪魔不会像伐木机这样的站位 所以我选择过来去针对你的伐木机 断几波你伐木机的节奏 然后我用你的伐木机的这个钱来补足我大哥前期的劣势 火枪手利用自己的流线弹 加了三级的流线弹 进钻野区开始去刷野 这是能想到的可能最靠谱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这块利用这一大组野怪再加上三级的流线弹 尽可能的把自己的经济拉起来一些 但是这些野怪的经济全部都给了火枪手的话 这个火枪的下一个流线弹CD还没有撞好 这个青野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护盾神符挡法伤吗 护盾神符是一个全覆盖的神符 它不是那个长盾或者是微光披风那种 有专门对应的减伤类型的那种 他说猜猜今天李奎三列亚还是GG大反观 我觉得是前者 赛妹又开始鱼了 这个不是赛妹开始鱼了 跟赛妹开始鱼没有关系 赛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他虽然连续的被雷霜击杀了好几次 但是他打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看看这里雪魔支援到位 这一盘木子鸡直接勾走 SKJ还在追 风杖吹起来 落地一个撕裂大地 扑上去 熊战士直接被送走 打完了以后呢 火枪手这个G没有G出来 这个跟赛妹没有关系 赛妹这场比赛的任何 我就是干这个 你知道吧 精灵TS的阵容组合 就是有一个队友要拿命去卖 让对方主动过来去抓 而且这个人最好就是法木机 因为法木机结实 他可以去扣出来非常长的时间 让对方追得足够远 追得越远 阵型越散 我就有越多的机会 让精灵TS直接从这个场地的中间贴过来 你看这一波 赛妹的法木机 他的任务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说一场比赛 我这边已经崩了 然后呢 队友那边发育的还行 对方一直在不停的抓我 那这个时候你就让他抓 你让他抓 你知道吧 你不要说我队友发育的还行 或者跟对方差不多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疯狂的在抓我 疯狂的在抓我 然后我就不出去了 我去跟队友去抢钱 去抢那些安全的钱 然后对方在这个时候抓不着你 他就去抓你队友了呀 对吧 你就是一个挨打的角色呀 而且这场比赛 你的另外两个大哥 一个雪魔 一个TS 还有一个小精灵 带着你的任务 就是去挨揍 让对方追你 追得非常的远 整个阵型拉伞 拉成一个一字长折阵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精灵带着TS 飞到对面舒服的脸上 雪魔从中间过来 给上对面一个充脸的英雄大招 那这个团战就赢了呀 你自己会不会被对方击杀 根本无关紧要 这精灵TS 你看刚才这波 就是对方追伐木机 追了很远 阵型一散 雪魔过来以后 直接给熊战一个大招 精灵TS飞到战场中间 踢这个团就没法接了 这也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 我们看过去一些比赛里面 其实这个战术 是很早就有了 就过去很多比赛里面 这个三后卫 开局被那张杀穿了 但是这个三后卫是不能走的 他必须得一直跟着 他就必须一直跟着 对跟着对面 然后让对面过来 击杀自己 对面一看 这软柿子好捏 然后天天就抓这一个人 抓了半天以后 发现对面大哥发育得 比自己人还好 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古老的一个战术 但是很有效 行之有效的一个战术 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的人 甚至衍生出来了一个变体的 就是solo solo的五号位 送死流五号位 就是把自己的经济 常年因为天天上对方家野区去送死 天天去对方家野区去打信号 去插野 去送死 发挥到极致 就是他那种送死流 然后把自己常年送死到 买活只需要两百块钱 每次团战 只要买活有CD 永远有钱去买活 就是从被动被对方游走 变成主动去你家送死的极致 就是solo 这波发布机上去挨揍去了 你看 发布机上去挨揍 这边勾回来 再拖时间 这块三三的大招 给到了对方的TS身上 但是你们的伤害根本不够 这块小精灵 还在奶 熊战士上来了 雪魔的位置稍微有点歪 发布机 再继续给技能减速 给这要没了 对方这里看看雪魔 你看这个 血线压下来以后 剩下的事交给雪魔就行了 TS吃完了对方所有的技能大招以后 直接开始自己的一个大招往前跟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然后风胀 应该是有CD的 吹起来 落地撕裂大地 跟上去 然后风情一根穿云剑 直接完成击杀 零换五 风哥零杠16那局 就是这么被弹幕喷的 死赖着烈尸路不走 风哥零杠6那局 我只听说过 零杠16那局 我只听说过 但是我当时没有看 但是我一听 风哥当时叫什么 给风哥叫什么 兽 兽王镜 是这么说 但你一看他这个数据 你就能知道 他那场比赛 肯定就是拖着对方 不让对方去别的地方 他就是这么一个战术思路 整个打法 他就是这个想法 现在人都说来到了16比2 这场比赛了一块 已经领先到了 7000 8000家的一个经济优势 这场比赛开始出现 一个比较严重的丢包 应该是我的一个加速器 可能不太稳了 看看Snaking这个地方 精灵PS也过来了 这边用不上了 在妹 因为刚才的这两波团战 在妹都是顶住了 对方的输出 没有被击杀 所以他现在 也可以在对方的脸上 去起脸输出了 在精灵TS TS这边已经出到了 雪晶石 哎呦好卡呀 这个完全卡住了 但是我现在不敢退啊 我现在不敢重连 因为我看着这个比赛 现在的这个局势 我估计30分钟以内 应该是结束了 我现在要退的话 有可能会连不回来 咱们先将就一下 好吧 法姆基这场比赛呢 做完先锋盾以后 开始出汇光 应该也是在做励志双刀啊 不出意外的话 励志双刀这个道具 对于法姆基来说的 适配性 适配度 可以说是极高 适配度极高 后边有可能会有一些卡顿 咱们将就一下 好吧 将就一下 这样比赛结束了以后 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风行这块给上一个狂风 吹了一下 然后一个捆 捆住 TS猎大地 给上 直接秒掉对方 拉比克 拉比克被秒了以后 火枪丢了一个流线弹 但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反打 这块下落 精灵TS过来 留住 杜姆大招 给到雪魔 但是TS他又来了 你看这拨挨揍的人 变成了雪魔 但是雪魔完成了一个击杀以后的 小灵灯连着 接着追 哦 熊战神火枪找到了一个机会 去击杀对方的TS吗 没杀掉 风行过来给一个捆 然后再加上一个手榴弹 Nice 反杀掉了妮莎 一个妖怪般的杀戮 雪魔过来以后 去杀这个火枪手 火枪开始自己的三技能 然后利用自己的被动 哦 这个被动出的可以 雪魔能追死呢 艾蒙还差一下追死了 拉比克没来得及去救 风行这里我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捆 然后再丢一发手榴弹 一个雪技扔上来 小精灵连着雪魔 再拿到一个人头疯狂杀戮 马上暴走 兄弟们 这个暴走漂亮 17分钟 雪魔直接拿到了一波暴走 虽然TS节奏被断 但是就如同开局说的那样 兄弟们把血线压起来 剩下的事情 交给雪魔 好吧 你们把对方全部打成了残血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雪魔就可以了 而且这场比赛 还有小精灵 关键的问题在于 就是他还有个小精灵 这个东西在顶级强队和绝活的玩家 以及绝活体系的队伍手里面 太厉害了 我只能说 这个东西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这场比赛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GG这支战队恐怖 它恐怖在哪 大家看这场比赛 对吧 各位本以为 精灵的 Liquid的精灵TS 已经天下不敌 没有想到 GG的战队精灵TS 远比他们强一个次元 对吧 这是谁家的部将 就是这种感觉 GG这个队伍为什么这么可怕 就是精灵TS的这种体系 在Liquid的精灵TS 在GG的面前 那就是班门弄死 为什么这个版本 很多大哥都是下水道了 大家说 全才英雄起来以后 就是很多的大哥 为他的战斗力 是不如那些 就是看起来一般 战斗力一般般的 这种全才英雄的 而雪魔大拨给上 TS过来捆住 直接把摩尔带保 然后过来去拆一下 对方的下路一塔 这和当年的雪魔家宙斯类似 雪魔家宙斯的那个年代 对 当年的雪魔家宙斯 特别厉害的原因是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魔抗装 没有那么多的魔抗装 和那么多的补给装 也没有那么多吸收盾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的宙斯 放两个大 你就只能是挨着 就只能吃这两个大 这里撕裂打地 对方落地以后 直接一个大推推 但是你大推推用过了以后 没有魔精 你怎么下这个高地呢 还是下不去 给对方留住以后 TS直接贴脸 打招加上恶魔吃令 烫死人 打完这波以后 人都出来到了25比3 单方面的一个吊打 Liquid这个阵容拿的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那种阵容类型 我最喜欢的 就是Liquid的这种阵容类型 但是他有很多那种 两个人 或者至多三个人的 这种小的技能组合 和英雄的搭配 而且不是一个 或者两个这种组合 他可能能够分解 组合成好多个 类似的组合 这种阵容 他能够创造出来 就是在团战当中 能给你呈现出来的 这种组合的方式 能够打出来的 这种技能的combo 能够去创造出来的 这种画面 非常的多 这种画面越多 那对方需要应对的东西 越多 你每一波团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做的选择就更多 这种选择越多的阵容 其实容易出错的部分也越多 但是呢 Liquid的这个阵容 他的两两搭配 并不需要默契 他并不需要你非常的默契的配合 不是说像什么 小那家加潮汐的大招配合 然后什么这个 或者是什么小那家加 马格纳斯的配合 马格纳斯加剑兽的配合 他不是这种配合 这种配合 很容易出错 而且一旦出错 这个代价很大 但是Liquid的这个阵容 他的这种两人配合的话 他没有什么出错的可能性 很简单 他说击杀火枪有种特别的快感 这边雪魔一个雪姬也铺上 然后再加一个大招 直接单杀掉了 AI2000的小鹿 现在21分钟 14K的经济杀 27比3的人头数 格纳斯加过来去拆一下下路的魔方 魔方打掉了以后 小精灵也是完全不用回家 反正自己身上一堆的回复装 稍微跟着TS走一会儿 稍微混一会儿 那待会儿光靠这个 哪怕光靠没肯定这个自带回血 待会儿都能把自己回满了 Liquid的这个阵容 真的就是看着怎么看 怎么舒服的一个阵容 他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技能组合 先后手顺序也很简单 只要不是雪魔先手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第一个进场的 是风行也好 是TS也好 是这个八股机也好 只要不是雪魔就行 只需要做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定 这个阵容就可以创造出来 很多的可能性 这种阵容就好使 而且厉害 真的厉害 小鹿开着物 单人开着物 出来去拉一个 也不是单人开物 还有火箱这边开了一个 马里克又被抓了 直接上高了 这应该就直接上高了 现在因为过大的经济优势 和有小精灵的存在的一个缘故呢 对于Liquid的而言 他们现在是可以直接去上高的 然后需要去提防的 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墨汁大 但是因为有了肉山盾 墨汁的大招也完全不用在乎了 大叔大叔 石榴有翻盘的机会吗 T这场比赛肯定翻不了 他不可能翻了一点 除非这个时候 Liquid的下一波上高 就是雪魔冲第一个 然后被对方的DOOM 给了一个大招 小精灵的连雪魔的救援被断 雪魔直接被强杀 而且对方还不能交除了 这个墨汁大之外 太过多的基本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再有可能去实现一个让自己输的体面一些 上高不容易 上高没啥不容易的 这场比赛Liquid 只要把对面稍微放出来一点 在外面随便击杀掉你一个 1123后卫其中之一 或者杀掉你的两个酱油 这高地特就直接墙上了 就很简单 就直接前排一个伐木机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的火枪只要敢露头打 我直接雪魔冲上来甩你一个大招 这时候你不敢动 精灵TS直接飞脸就完了 不需要给你考虑什么的复杂的操作 就直接精灵TS飞脸 现在他们的优势已经大到绝对是可以去覆盖掉你 受高的能力了 那这边一个捆打断你的踢片 TS过来开始大招 开始个木吃亮 一个垫直接锁到对方的小路 人都是差了26个 一差16K的经济差 这边小精灵直接带着TS飞到了上路 雪魔大招给到熊战士 这边风杖吹起来 落地撕裂大地给上 熊战士直接被秒 你看这时候火枪的输出 对方已经可以无视了 单单这块利用自己吃到的销兽 一个吹风把自己吹上了高台 还行 捡回一条命 再妹的伐木机在下路 把这个兵线接着往上带 这个兵线马上上了 跟几个再回到中路 这边是Liquid因为刚才是小精灵 带着TS飞到对方上路的 二塔后面的一个位置 而且TS没蓝了 所以选择直接回到家里面 回到飞回家里面以后呢 把蓝量回一下 30比3 我居然看到 在斗鱼看到大叔直播了 蜜桃屯 蜜桃屯 你在这边看起来 这不是正常吗 你老观众了 你还不知道我呢 跟着版权走 大叔老陆路人单排 可以练习上三吗 TS的话 还行 好 雪魔要死 雪魔要死 精灵来不及救 雪魔这波被送走了 Nice T还真抓到了这么一波机会 看看法木齐上来 TS赶到战场 你杀一个的雪魔以后就跑了呀 杀了雪魔还不走 你们这对自己产生了什么固点吗 这TS一个人杀你们五个都可以呀 你们没有大招 现在精灵连着TS 真的是一个人杀你们五个都是轻松血液 这边跳刀过来以后直接带走 再没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样的话 那精灵跟法木齐两个人在上过兵线已经带上来了 直接去拆对方的上路高地坦就可以了 开塔房也无所谓 我们这边自己开个塔房保一下兵线 开个塔房 哎对 开个塔房保一下兵线 尤其是这个投车把这个投车保下来 然后呢可以接着拆拉比克的买活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只不过自己这边雪魔和风行两个人被击杀 我先不拆了 我先不拆了先不拆了先回来去抓一下 哦 这个跳刀 哦 这个这个地方 Skiller还在视野之内 看见妮莎还要追吗 妮莎这边还在追 对方开始向威胁 这边她不停的利用自己的一技能跑路 Skiller里面跑的还算是比较快的 这里是跑到了自己的眼的保护范围内 我16级的牌子都掉光了你才来 好 TS 这个人往前走 看一下 Sneaking一个吹风吹过来 你16级牌子才掉光了我才来 你不应该赖我呀 你应该怪斗鱼啊 斗鱼什么版权都不买呢 没办法呀 不打天梯就不会掉分 不掉分就等于上分 所以不打天梯等于上分 逻辑非常的正确 不过话说到了这个 就是天梯顶分排名的时候啊 如果你打到天梯 比如你打到天梯第三名了的话 假设说啊 你打到天梯第三名了 有的时候你可能躺在那不动 你不打 没准过两天你就是第一了 所以不打天梯等于天梯第一 你知道吧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不打天梯了吧 天梯这边的下一个装备要做的是冰甲 现在力快呢 把整个地图都是在不停的扫图 但是他们的这个扫图的效率 比GG的那个扫图效率要低 他们整个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站位 所以大树500分要等多久就天梯第一了 很快很快 比赛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磨叽的阶段 这个相对比较磨叽的阶段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高地啊 力快的上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 没有那么浪 这个时候实际上上高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小精灵流百 然后呢其中一个大哥流百 最好是TS 就是小精灵跟TS或者跟着雪坡 直接冲进人群里边跟对方的大哥换一波 换完了以后呢自己这边吃个度 吃完吃完这个度以后 哥俩一块送死 送死完了以后买活 两个人同时买 小精灵带着另外一个大哥直接飞回来 比赛就结束 这种打法始于是 就是如果想马上想结束比赛就可以这么打 但是呢 职业比赛也不会这么干 职业比赛肯定还是要力求本件 谋求一个最本的方法 我这么大一步是我没有必要跟你去浪 我看看这里TS吃掉了对方一堆的伤害 哦 拿比克这块偷了一个四雷达地 雪糊的大招 给到对方身上以后呢 先把对方的上路眼球兵拆掉 下一锅兵线马上到 偷达保护后立刻就要消了 前两天把客户端下回来 发现打三局才能涨一点知信度 就又卸载了 不是 你把客户端下回来 然后玩加速模式呀 加速模式都快乐呀 为啥一定要打天梯呢 不打天梯就不玩这游戏的话 那多累呀 这玩SkillerBKBTP 对方这两个人的话 确实是留不住 那这样的话 小精灵又浪费了自己的一个大招 没有能够截杀住对手的熊战士 不过这波熊战士的BKB也没了 回去接着上高的话 对方没有BKB的熊战 也不敢冲脸 风琴一个滚 我去这关绝然没有滚到 雪摸过来后直接给上一发血迹 那留一下这个伐木机 秒了 nice 只能说Liquid的 Liquid的这个比赛 有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比赛 有些地方就明显没有 他们之前 就是很强势那会儿 那种镜头了 你看这个比赛打得多磨叽 没有必要的逛截 好多都是没有必要的逛截 如果换成了 如果换GG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不会超过25分钟 而且不是说不超过25分钟 对方GG了 而是不超过25分钟 他就把对方打爆了 里面小精灵在买 这个精灵TS往回撤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TS就往回撤了 其实他在开始大招 身上有雪凝石的情况下 他不需要往回撤的 有小精灵在旁边买 对方明显所有的第一波商要有打完了 风行赶到战场了 这个时候TS就是不撤对方 都很难杀掉的 然后还在等盾 这块的不过也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 毕竟败者组决赛 球稳一点没毛病 我枪现在是出了A杖 A杖加上大推推 用A杖来给自己增加一个狙击的悬晕 有点想法 出出点还是有点少 火枪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BKB 刚才我看到里面放的是灵梦 混之灵梦 然后现在要改BKB了 混之灵梦的话 用来针对对手的TS 我觉得是个可以的方案 可以的方案 火枪A是为了断小精灵救人吧 火枪的A杖确实可以用来去断小精灵的救人 但是难度稍微有点大 好吧 稍微有点大 也就是说 你需要确定对方的小精灵已经开了大招 确定对方这个时候准备去连他的队友 然后你要算好了时间 算好自己的弹道 算好小精灵大招生效的时间 这些全都算好了的情况下 你这个大招才能够去断掉对方 这几天玩儿发现个问题 烈士路高地的单向墙会被自动巡路忽略 然后卡着不走 哦 自动巡路会忽略这个东西是吧 这里看看微光披风走一下 微光披风一下没人带反饮 火枪的A杖 以这场比赛来看的话 应该是为了确保自己在团战的时候有作用 手高团战的时候有作用 如果他不做这个A杖的话 4200块钱 出其他的输入装 这个团战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人 火枪一个G G上来 雪魔大招 给到了对方的熊战士 捆住 熊战士和拉比克两个人直接被秒 这两个人都是有满活的 火枪得赶紧往回撤 等下一个G 这个G还是多少有点用的 火枪开启三技能 小路给大镖 末日跑去断了一波兵线 非常的机智啊 末日把上路的兵线断完了以后呢 又直接飞斜到了下路去断下路的兵线 中路这块的兵线离的不是很远 把中路的兵线带上来 不想去让熊战士买活 因为现在本来经济就少 再买活的话会崩得更严重 他说最近高端局已经开始有人研究用熊战士打美兜沙了 应验了你之前说的了 确实是个办法 熊战士打美兜沙确实是个办法 因为熊战士真的很适合出散尸 他的六连拍加上散尸的话 给对方的这个美兜沙一下 减可以减掉很多的篮 突然雪魔跳上来 大招直接给到雪魔 然后呢往回撤一下 TS接着开始自己的魔之令 去拆打 小路给镖这个伤害 也完全可以接受 风行甚至直接开大过来去拆 末日手里现在有大的 但是他这个大招只能去找雪魔给 他不能去给对方TS TS有盾 TS这边是有盾的 雪魔大招给到雪魔 好家伙 嗯雪魔大招刚才给的不是雪魔吗 难道给的是火枪吗 怎么可能呢 雪魔大招当然是给雪魔了 你看雪魔大招 原来雪魔大招在自己这儿 对不对 然后雪魔把大招给到了火枪那儿 然后火枪就有了雪魔的大 所以火枪就变成了雪魔 对吧 这个逻辑没问题吧 总是有人怀疑 主播解说说错 其实只是你们不理不理不理解 主播 没有跟主播在同一个这个逻辑 逻辑上 你看火枪一个G 然后呢 伐木机直接顶上来 雪魔的大招再一次扔给了对方的火枪手 火枪手这个时候被对方直接追死 诶 杜姆的大招大灵看人了 完了 杜姆的大招大灵看人了 那大灵看人的话 火枪选得了满活 这招一个G G-TS 杜姆的大招没了 但是风行被秒了 风行被对方寻战士上了 一顿连拍直接送走 大叔又在强行解释了 什么叫强行解释 你这个就有点侮辱主播了 主播那个名名叫胡说八道 你居然说主播是强行解释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老是有人试图美化主播 我就不明白了 这边卡顿画面 游戏画面的卡顿都是我这儿的 都是我这儿的 36比7 38分钟 风行火了以后 现在肉山盾又消了 可能又消了 火箱手在出完A仗以后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要去做的又改主意了吗 又改主意了 又改主意了 出玲珑心了 觉得自己这样比赛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平A的机会了 我不如出个玲珑心 对了大叔 我看了刀他远古时移 上古版本还真有大宝石 这个装备 我一直以为大叔在忽悠 我错了 不是 你这句话说的我都快信了 你知道吗 上古版本我也没玩过 就是那种什么5点几那种版本 我也没玩过 大宝石这个装备有没有 我真不知道 你要是你这么一说 我有一种我要被忽悠的感觉 你知道吗 黑块的这种游戏局的压制力 就打成这种局面的话 可以确定的就是 如果他们遭遇到GG 决赛如果是他们打GG 应该还是打不过 应该还是打不过 一会儿我Q给你发视频连接 你看看 行我到时候看一眼 大叔比赛打到后面好闷 因为这个主要是Liquid的问题 论观众与主播之间的信任度 请不要说这种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因为这个比赛吧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解说比赛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 我作为一个民间民间18线小主播就会陷入到一种尴尬 你说你认真解说比赛内容吧 这个比赛现在没有什么内容 就是你也不知道Liquid他们在拖什么 明明一个买活就能结束的比赛 然后就是就是在拖 你看那边又中了就动物大 这个伐木机被击杀掉 伐木机里面没有买活 就是明明你很早很早很早之前 一个就大哥留个买活 把大哥留个买活 然后你上高吃完了动物大招以后 直接就拆完三路的一个比赛 就硬生生拖到了现在40多分钟 然后你说现在Liquid是在求稳吧 他们现在已经从求稳变成了就是不知所措了 之前你可以说他们是在求稳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 完全变成了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状态 他说请允许我发布一个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要求 今天不许早退 我每天也不早退啊 我那个叫咕咕 我直接割 来看一下这边上来直接秒雪魔 小精灵连着就一下 里边林肯掏上去 雪魔大招给到了对方的熊战士 熊战士开始大招在跑 这个时候雪魔过来起飞追一下 SKJ选择了一个BKBTP Doom的大招C已经算好了 一波伐木机选择了满活 回正宾战场 现在杀掉了对方的双酱油 有一个酱油不能买 今天应该不会早退 因为今天是败者组决赛和组决赛 今天没有必要早退 这边两个林肯啊 两个林肯 两个林肯 套在这个TS身上 然后跟几个接着拆 对方的拉比克现在不在意味着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控制 这边开一个坦房 风胀大风胀直接吹着溜达回来 身上还有力量跳 这TS经济已经高得离谱了 不过这个TS没有留满活啊 这仗着队友双林肯 这是真猛啊 看一下这波 哦 末日要被秒 末日要被秒 雪魔大招给人了 熊战士到后来 想去秒 对方想去量 没有成功 这波末日也被秒 大招没放出来 那这个团战没了 熊战士没有BKB的 上一波TP的时候已经运过了 满活以后出来 TS身上的林肯被破光 但是末日没有买活 直接冲到脸上 nice 完成一波三杀 还要给TS一个暴走吗 对方现在倒是有两个人 对方为了防止给这个暴走 提前选择了GG 能拿到暴走吗 拿到了 有安逸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立刻的也是 圆满完成了本场比赛啊 最终雪魔一次暴走 TS一次暴走 而且拿下了比赛 虽然时间拖的有点久 但是 好在是没有漏太多的破绽 后期也没有漏太多的破绽 给对方 其实这场比赛 你看最后上高地的团战 你还是通过之前那一波 你的伐木机吃掉了杜姆大招 然后买活回来 杀掉对方的双脚游 然后直接平推上高 也没有再去等下一个盾 也没有再去等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技能 其实和你早一点 去干这些事情的区别是不大 但是就是一定要等到这个时间 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 他才去做这件事情 反正也是 多少这个在优势局的压制力 有点太弱了 如果对手更强一些的话 可能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去翻盘的 好了 我是骚个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 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场比赛见 木木大